合肥又一条高铁即将开通运营 去晚南更方便了 是商和行高铁合肥至杭州段顺利通过安全评估后 初步计划6月28日正式开通运营 熟悉商和行高铁的朋友或许都知道 这条高铁即使于河南商丘 中到浙江杭州 中间经过安徽的博州、富阳、淮南 合肥、潮湖、吴湖、宣城等地 2019年12月1日 商和行高铁合肥以北段正式开通后 安徽博州、富阳两大城市 结束了没有高铁的历史 不过那段开通的是商和行合肥以北段 合肥以南段啥时候开通就成了焦点 紧接着5月27日 商和行高速铁路合肥以南段 正式从连条连式转入运行试验阶段 再过几天到6月28日 商和行高铁即将全线开通运营了 记得以前从合肥去吴湖宣城的时候 都是坐朴素列车 虽然也不错 但是速度确实有点慢 再过几天 商和行南段开通了 就去坐一坐 感受一下新高铁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